B.福建本是一个非常有影响力的央视主持人,因为憨厚搞笑的主持风格,又因为主持民间选秀节目星光大道,所以深受广大观众的喜爱。 只可惜,一次说错话,彻底的断送了老B的半辈子职业生涯,这还真的是挺可惜的,很多人当时都觉得老B是被陷害的,但是当时老B并没有过多反驳,而是离开,甚至就连其他电视台也像躲避瘟疫一样的避开B.福建,这条主持的路算是彻底断了。 前几年有人看到失业后的B.福建,完全没有了平日里的风采,拉里拉他,头发油糊糊的,不休蝙蝠的在路边抽烟下棋,看似悠闲自得的生活,但是想必B.福建心里的痛苦的,取一脚不见的B.福建,似乎已经走出了阴霾,在朋友的扶持下开了一家饭店,用的名字就是当年著名春暖不差钱中的角色B.老爷命名的,非常多的普通百姓观众,非常支持他的饭店,生意也算丰富。 虽然已经不是名人了,但是B.福建甚至自己如今能再次站起来,与粉丝观众离不开,所以依然会报答社会,在一次社会募捐活动中。